第五波疫情持續 死亡個案更以長者為主 對於部分不肯打針的長者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 在電台節目上建議 當局或者要考慮疫向隔離 打疫苗其實都是一種干預的行為 每個人都不同的 不一定是對還是不對 只不過我研判在香港的社會 從來都沒有強制 雖然你說這個公共衛生一定要強制 唯一的方法就是 將這班人不肯打針 將它迫到另一個地方圍住他們 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現在很多社區隔離中心 這班人因為有風險 它會惹到其他人 如果它惹到病 你不打針就另外處理 或者將來是某一個畫了一條線 你以後都不可以享用老人服務 有幾個方法 不是強制它 強制就是你要打一個疫苗給它 它是不願意打的 但是你說你不能夠享用這個服務 都合理的 因為你進去之後 你會影響其他周邊的人 所以你就不能夠享用這個服務 他又提到現在最重要的是 接種速度要夠快 即使縮短每一針的間距 未必可以達到最強的保護 但是長者等不及及早接種疫苗 及早獲得抗體才可以減低Omicron的傷害 好幾乎 好幾乎